超魔導劍是暗黑帕拉丁 我們來玩這一張 大家可以新拿到的一個新卡圖的 斬龍黑魔導 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那這一張卡好像是我們的這一個 跟巴斯達布雷達有關活動的裡面 可以拿到的一張免費的卡 直接送你一張UR,有夠爽 那這張超魔導劍是在我們 這個動畫裡面非常非常有記憶點的一張卡 他就是那時候海馬的青眼白龍 然後遊戲融合解除 把他的青眼白龍全部都解除之後 他再融這一個超魔導劍士 然後攻擊力就因為龍族增加而增加 然後再搭配這個擴散波動 一口氣砍爆那些青眼白龍 那他要用黑魔導加巴斯達布雷達 做一個融合召喚 那此卡攻擊力上升 雙方場上目的龍族數量乘以500 魔法卡發動時捨棄一張手牌發動 此卡以表測存在於場上的場合 使該發動無效並破壞 沒有限定一回合一次 所以如果你資源夠 你可以一直抗一直抗 所以這個超魔導劍是最大的記憶點 就是他可以抗他的魔法卡 然後這一次搭配了一個新的技能 是斬裂黑暗之力 那他的123的效果決鬥中可以只可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除了巴斯達布雷達怪獸 與等級6以上的魔法史族暗屬性怪獸外 我方無法特殊召喚等級2以上的怪獸 通常召喚黑魔導及巴斯達布雷達史可以免去釋放 所以你只能跳魔法史族等級6以上的魔法史族 或者是巴斯達布雷達怪獸 或者是超量怪獸 而外的沒有限制 好 那可以不用釋放就可以跳黑魔導跟巴斯達布雷達 那交一張手牌返回到牌組 並將手牌的一隻黑魔導展示給對手看 一定要先手上有黑魔導 你才有辦法展示 從手牌跟牌組 交一張巴斯達布雷達以理測所被表示特殊放到場上 那可以變更戰鬥表示 那這時候就可以搭配第三個 可在我方召喚黑魔導的回合發動 從牌組外將一張融合和一張擴散波動加手 直接送你兩張 所以你的手牌的量就會補充的蠻多的 你就可以搭配這一個暗黑帕拉丁的效果 那可以捨棄一張手牌就康摩法卡的發動 那他會讓你跳到場上 有沒有發現最大的關鍵就是 手上要先拿到黑魔導 所以這副牌最重要的關鍵點就是 你沒拿到黑魔導後面就很難做操作 所以我們就放了一堆檢索卡 像黑之魔導陣 見習的魔導師 還有我們的召喚師的技能 就是目的就是為了要拿到黑魔導 好那這牌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就直接打給各位看會比較清楚 好嘞 這一場打武藤遊戲 那對手我記得好像是有魔術 魔法師的魔術吧還是魔術師的魔法忘了 我用斬裂黑暗之一 他是魔法師的魔術 好首先我先下一個黑之魔導陣 拉了一個黑魔導沒有黑魔導這個就很難運就沒辦法運作了 我把一張牌返回到牌組之後可以 把牌組裡面的巴斯達布雷達以裡側手備表示放在場上 然後是可以翻轉過來的 好我們下一個這一個撕裂的黑暗 等一下黑魔導下的時候就可以抽牌 好那就抽一張然後再發動召喚師的技能 再減鎖一張黑魔導這時候直接開技能 黑魔導被召喚的那一回合就可以 那剪一張就可以從牌組外加一張融合 又可以再加一張擴散波動 那我們就不演了直接融合 直接融合召喚 超魔導劍士黑暗帕拉丁 為什麼我跳這一支 你也可以跳這一支 超魔導騎士 那黑魔導騎兵 或者你也可以跳師徒 但是我評估他應該是魔法卡的發動會比較多 所以我就跳這一支 好對方一個黑洞 那我就直接把他扛掉 好黑之魔導陣我照扛 我扛抱他老師 好對手跳了一個黑魔導 然後這時候哇還可以 很幸運的可以拿到編年史魔術師 也太死了 也運氣也太好了 然後直接 不過沒關係 我有這一個撕裂的黑暗 我的攻擊力是夠的 好結果對方直接超亮召喚巨眼 哇 來巨眼效果直接把我的帕拉丁給拉了過去 好這邊我跳了一個黑魔導來利用黑魔導的 黑之魔導震效果我除外 對方的對方的後台 然後再拉了一個黑魔導 好這邊我就直接不演直接黑暗增加2500攻擊 再加上現行的換這個魔導師直接把他打爆 來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這場打迷賽 就是打我們的銀河眼時空龍 這一個是不知道是什麼周年的活動 巴斯達布雷達我不確定他是哪一個的活動 好對方用時空時空龍的技能又調整回 微調回到原來的樣子所以他又變得更好用 好那跳銀河眼時空龍 那有時空龍在場上就可以直接 從牌組拉這個時空轉身這個三色檔 然後蓋一張結束 好我這邊直接用召喚式的技能直接撿了黑魔導 這一個技能要運作一定要拿到黑魔導 好那開黑之魔導這時候被時空轉身給扛掉了 好那斬裂黑暗之力 好把一張牌返回到牌組後把 巴斯達布雷達直接放在場上之後再跳黑魔導 然後開技能直接拉融合跟擴散波動 好我們就直接融 Yugo Shulkan 來我們跳的是黑暗騎兵 好對方一個笑分把我扛掉來我這時候 捨棄一張然後他一個大搜捕我再捨棄喔 所以手牌的量變得比較充足的情況下這個就比較好打了 好那我就直接把他幹爆 來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這場打貝卡斯應該是打一個卡通牌組 好卡通邀約我一樣斬裂黑暗之力 好來一個卡通書籤來拉了一個卡通黑魔導 好卡通黑魔導捨棄之後拉了一個荷弄王國準備把他除外囉 好卡通翻越翻越三張好像是特招一張吧我記得對 好這邊我們一個黑之魔導針來運氣很好的拉到黑魔導來斬裂黑暗之力給對方看黑魔導之後拉巴斯打布雷達 然後轉過來之後把黑魔導跳下來直接魔導陣把王國除外 好斬裂黑暗之力 直接撿了兩張 好我直接不演 融合召喚 超魔導劍是黑暗帕拉丁來我直接拉破三坡洞我要混一波 直接把這兩隻清掉 來魔導陣這時候再做一個魔術化融合 直接融一波 黑魔導騎兵來貫穿他 下去 所以這個技能我個人覺得還蠻還原原動畫的然後 本身給你的這張的卡圖我們再來看一次真的也是算蠻帥的 這一張 對 所以應該是蠻多人對這個卡圖是喜歡的我要來去吃拉麵了